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患党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来进入这个主题 的最后一个单元 在刚刚的小回合里头,我们 介绍了 什么使用 我们亲自使用 这个VP Interface 这个模板 Interface这个模板 来产生 这个Plexi 来生成 这个Plexi的 模板类 然后基于这个模板类呢 再来 衍生出 这个 Plexi 类 现在 现在 在这个回合 我们依循同样的 一个思路 但是用不同的模板 这个是针对Plexi 那这个是我们就用 VN Interface 这个模板 来产生 来产生这个Stab 还是一样 生成这个Stab的 模板类 再 再衍生出 Stab 类 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就来 实际 来写代码 首先 使用这个 VP Interface 这个模板 就是 模板 要称为样板 都可以 来实现 这个这个 然后再来 写这一个 这个就是 Stab的类 这叫Stab类 然后呢 这个就是模板类 这个 这是G类 然后这是子类 这是 子类 这是G类 这是G类 它的关系是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的 刚刚所说的模板类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 Stab类 类 这是Stab 这是Stab的 模板类 OK 然后 再来这里头 因为这个是不能写代码在里头的 所以这个 他从这里 继承下来也是一个抽象函数 又定义了 这一口 从这个这一口呢得出来的 这也是抽象的函数 所以在由这边来实现掉 来实现 有 onTransact 这里是写 这里是写 onTransaction的 这真实的实现代码 但是 这一个代码呢 是实现在这里 这里才是 这个 这一口的 这一口的实现代码 所以这些是属于 isqrs 这一口的 实现代码 那这个是属于 imine的这个 这一口 这就是我们的 i eit的i 就是i的 实现代码 写在这个类 所以 stop类是实现 i的实现代码 有含有的 i的实现代码 这个 sqrs Service呢 其实就是 isqrs s这个 J口的 函数的实现代码 现在我们就 来 这个 生成这个 stop类 stop类 所以在这个 stop类 就是 因为这个J口呢 在上个回合已经定义了 所以就在这里就不再定义了 这个就是 在上一回合已经定义完毕了 所以在这边直接include进来就好啦 好 所以记得这个是用 这个 在c加加呢 是用这个pure Avestrate class 来定义的 就在上一个回合里头有 那这个叫做J口 加某版 所以J口加某版 这是 所以得出来 就是一个 stop 某版类 某版类 那这某版类做成一个G类 再来写这个子类 就叫stop类 stop类 那刚刚有说明过了 stop类呢 是要来 来实现 来实现这个 on transect的代码 所以 在这个.h 档里头 在定义档里头 所谓定义的意思就是 表现在.h的file 的file 所以这是.h的file .h的 所以就要定义出一个on transect这个函数 准备 待会的cpp 再.cpp 才写 才写 实现代码 才写实现代码 OK 现在来写实现的代码 实现代码写在.cpp里头了 所以 就变成这个.cpp .cpp 所以就要写 来实现 on transect的 所以在 西架架这边也是一样有个band码 然后有传过来的puzzle 要传回器的puzzle 还有 flag 等等的 所以这边就要说怎么做 做什么动作呢?做解码的动作咯 解码的动作 OK 所以就是.cass 了.if.tun square 啦 那就做这个动作咯 就做这个动作 OK 就把从data拿出一个lumber 再把lumber呢 做这个 平方的动作 再把它塞回去 OK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on transect就实现完毕了 就实现完毕了 OK 就实现完毕了 好 那这个square是定义在哪里 这个square呢 要记得 这个square函数呢 是 是 这个isq service 这个z口 里头所定义的 那这个z口呢 因为 是在 这个位置 是由这边进来的 所以在这里头这些square 我目前这个没有 这个square目前是抽象函数 因为他是来自这个抽象类别 记得吗 这个z口是定义成抽象类别 那抽象类别表示里头这个函数是抽象的 那么他从这个类别继承下来这个抽象函数 所以在这里仍然是抽象函数 OK 所以你看不到定义 在这一个类里头 在这里头你都看不到定义 因为他是从这里继承下来的 他继承下来所以其实是定义在这个类 而这里头就看不到 OK 这里头看不到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 这边 是 由on-transact进来掉这个 那这个是在基类的 是在那个isqr里头的 在这里头 因为他在这里头是抽象函数 就说 这一个square 在这个里头那square 是一个抽象函数 所以 由这个继承下来这边也是抽象函数 是抽象函数 接下来就写 CALL SERVICE CALL SERVICE的代码 就是 我们 就是要做什么呢 要实现 CALL SERVICE的代码 就叫实现 isqrs 的 这个square 这个函数的实现代码 实现代码 那STARB类呢 就是 实现的on-transact OK 好,我们现在来定义 这sqr SERVICE的类 定义就是.h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quare是他的 G类 是这个 STARB类 是STARB类 好,我们往回看 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 这个SERVICE CALL SERVICE类呢 是 CALL SERVICE类是这一个 他的G类是STARB类 就是 VNSQRS OK 好,所以我们 就在 给你看一下这个图 你才知道 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呢 现在就是 我们定义 NH的时候在这里 所以他的G类 是STARB类 然后这是我们的 CALL SERVICE的类 那因为这里头呢 他已经把这个 on-transact 实现了 所以这一个类跟这个 on-transact就无关了 但是 从G口继承下来的 SQ Square 这个函数呢 还是抽象的 在这里头 这个函数 因为他是来自 这个类是 G乘 这个 ISQRS 那因为在C++ 没有G口 所以这个东西是定义成 一个 Altract的class 而且是Pure的 所以这一个 Square来讲 在这里是抽象的 所以被继承下来在这里也是抽象的 所以 接下来在这里 这个Square也是抽象的 所以要把它实现 在这里 要把它实现 OK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把它实现 实现这个 OK 那实现这个 这个实现的代码 就是要给 上面调用的 这个就是要给上面调用的 OK 那事实上来讲 这个东西 在这里 有写跟没写 都是一样的 OK 因为 他直接进行下来就可以了 那他是给他来 调用的 也就是给他的 OnTransact 来调用的 OK 好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 VN的地方 在这里 这是VN 这是这个StabLader 的 OnTransact OnTransact里头会调用Square 那Square就往子类调用 这是 调用 这个CoreService的 Sq Square 这个函数 OK 好 就是 调用到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也就是调用到这个代码 所以这是由 这个StabLader 类 的OnTransact 来调用这个Square OK 好 那这个OnTransact 是从哪里来 从My的 VMy的 的这个OnTransact 而来的 那这是OnTransact 自动来 从My的 Transact 而来的 而扣下来的 就这样子 那 这个Transact 是从Client 扣过来的 从Client 扣过来的 OK 所以从Client 扣到 VMy的 Transact VMy的 扣到 他的OnTransact OnTransact 扣到StabLader OnTransact OnTransact 再扣到 这个 CodeService Lader Square 那他把N 传下来 然后 Return 他的 Square的值 OK 所以呢 我们就 整个就 写完 就写完了 已经 让你 了解了 刚刚已经 定义好了 第1个 刚刚已经给你看了 定义好了 这一个 你看 已经 产生一个 VN的模板 类 而且定义好 StabLader 那也实现了 也实现了 这一个 也实现了 这一个 StabLader 的OnTransact 那实现完毕呢 接下来 也定义了 这一个 CodeService 继承 这个StabLader 对不对 定义好了 而且已经也实现了 也实现了 所以整个 都写完了 写完了 那我们来做个文字的 收银 Java层里头 Android 提供 AIDL的工具 来产生 StabL 跟Ploxie的这个机制 再细加加成 提供的VP VN 现在是在帮你做复习 来协助建立这样的一个模式 虽然目的不同 不是做法不同 但是目的是一样的 那也是从这个例子 从这些例子当中 那你了解 这个 在Java层怎么建立小框架 要想到说这一个其实 就是 小框架 建立小框架 在Java层怎么建立 在西加加层怎么建立 做法不同 但是 目的是相同的 Fasculate 提供比较好用的JCO 降低Knight的 开发负担 StabL 协助实践 这个JCO 来降低这个负担 比如说刚刚所看到的 I SQ RS 这也是 I SQ RS 有没有 所以 他可以直接来调用他的 调用他的这个 Square 那么他也是用来实现 写这个Square的 实现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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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就 把这个部分呢 帮你 整个 介绍完毕 好 那我们就 让你了解了 这个 Proxy Stab 这个模式 他的在 西加价层的一个 实现 代码的写法 OK 好 谢谢 各位 我再来 我再来 说 我再来 我再来 看